花蓮玫瑰石艺术馆在8月份举办了 《直光之与光化艺术记》的系列活动 收藏家曾太原律师他精选了30多幅 从未曾展示过的透光石画 要和喜欢石艺的同号来分享 同时这一次还特别规划了极光印象体验区 让民众亲手来尝试如何截取石画的精彩印象 喜欢石头艺术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石艺收藏家曾太原律师打造玫瑰石艺术馆 和同号分享令人赞叹的石头艺术作品 今年8月份曾律师在精选他未曾展示过 30多幅透光石画举办了《直光之与光化艺术记》 花蓮的透光石画是更是另外一种特有的作品 基本上来讲我们的透光石画 是属于大理石跟月圆之间的辨植眼 我们的石画里面含有这个所谓翠绿色的 那么如果是晚上的时候呢 你会看起来它很像极光的美 这一次呢再把一些以前没有展出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山水一镜而且真的很优美的这个石画作品 再把它布展出来 这一次展览特别规划了《直光印象体验区》 让民众亲手来尝试如何截取石画的精彩意象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参观的人来体验 当年我在这个做这些作品的时候 那么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取舍 那我们更是设计了一个暗示 这个暗示里面呢我们把石片呢 一些裸片石片就把它放在光的平台上 然后再让这个再让一些透色到我们的墙壁 那把这个景色呢更是放大 那也可以让大家在那边拍摄打卡 《直光之语光化艺术记》系列活动 由美不深收的透光石画 馆内更有许多珍贵的玫瑰石作品 这个星期六日两天的傍晚 还有音乐饗宴及餐车市集 曾泰元律师和妻子陈律云医师 希望可以推广石艺文化 也邀请更多人来感受石头艺术的魅力 这里会幻视报导